主料,高净面粉400克,低净面粉100克,酵母5克,辅量,黄油47克,盐6克,细砂糖70克,奶粉20克,蛋液50克,水245克,融化黄油40克,糖粉40克,银绒6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酵母5克溶于215克水粒, 再加上高粉350克,用筷子搅拌,再用手和成面团,盖上盖子,室温下发酵至4倍大,发酵好的面团撕成小块放入面包筒内,再加上蛋液、水、糖、盐、粉类,启动面包机和面程序,一次结束后将切成小块47克黄油,再启动一次和面程序,放进盆内,盖上保鲜膜,室温下巴至2倍, 取出排气,分成4等份,滚圆,盖上保鲜膜,静置半小时,此时做椰蓉线,将黄油40克融化,加上糖粉40克和椰蓉60克,混合即可,改成掌条形,短边盖布,铺上椰蓉线,由上至下卷起,用刀子在中间伸切一刀,向下板一下,放入吐司盒, 再进行二次发酵,搁置入烤箱,放一碗热水,天冷的话,启动发酵档,8至8分满,涂上蛋液,烤箱预热165度,下腾,烤30分钟左右,表面,若上闪严重的话,可以加该锡值,烹饪技巧,水量及烘焙时间因实际情况而定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